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军事生涯就此拉开帷幕 在北伐战争和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杜玉明在老蒋的麾下赶打赶冲 立下了不少战功 九一八事变后 侵华日军兵分三路进攻热格 已是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的杜玉明率军 在长城黄县阻击日军 同日寇血战昨日 八一三松户抗战时期 杜玉明是中国军队中少有的装甲兵团的团长 为了粉碎 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 杜玉明在松户会战中压上了老本 几乎在战斗中全军覆没 1938年 杜玉明的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修整 不久即扩编为第二百师 长沙大火发生后 有人又来到湘潭纵火 得知消息的杜玉明 立即出动军队将其全部缴械 至今湘潭人都感谢杜玉明和第二百师的救命之恩 同年十二月 第二百师扩编为第十一军 扣又改番号为第五军 杜玉明担任军长一职 第五军是抗战中 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支机械化军队 第五军帐下也都是国军名将 比如郑仲国是荣誉第一师师长 在南南是第二百师师长 邱清全是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等 1939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五军和日寇血战的昆文关战役打响 在安南率部与日寇展开白任战 顺利攻下昆文关至高点先女山 邱清全帅装甲兵在公路设复 阻击日军等增援部队 郑仲国则率领第一师指导 黄龙攻击日寇指挥部 此战杜玉明的第五军整整打了十八天 最终将日寇全监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昆文关大节 除了在国内大措施军外 杜玉明也远征国外 1942年为配合英美在东南亚的战局 中国派出远征军 杜玉明担任远征军副司令 入免第一战 杜玉明就率第五军打了铜骨战役 当时英国军队一心希求自保 将中国远征军视作炮灰 因此铜骨会战打得异常艰难 但是杜玉明和郑董国 以及戴安兰等国军将领 为民族大义 还使率军与日寇血战 最终取得铜骨会战的胜利 此后中国远征军又与日寇展开了曼德勒会战 此战由于英方一心逃跑 放弃阵地 故而远征军遭遇重创 随后杜玉明率部返回国内 在返程中担任殿后任务的 第二百诗伤亡惨重 诗长戴安兰将军为国宣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